贝福利今天的比赛很热血 但很多人塞后还是笑话的 鱼哥怎么看呢 那谁其他人笑呗 你笑话又能影响贝福利什么呢 人家刚刚赢球了 而且人家贝福利确实有作用啊 他之前许下的承诺 放出的豪言如今已经兑现了 其他人笑与不笑的 这个东西就说啥呢 敌人再怎么笑话你 对于你也没有丝毫伤害 因为毕竟人家立场跟你不同 站在不同的这个战壕子内 敌人再怎么恨你 我感觉在一定程度上的 是属于一个真正战士的骄傲 什么样的人敌人喜欢呢 你越软敌人越喜欢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你像凯鲁文这样呢 看不看他资母哥的昆博呀 常委在地点 他接受采访 忍俊不紧 当时他表面还想要维持一个正确的发言 说凯鲁文有他自己选择 但当时绷不住了 资母哥挠着 就像小孩撒谎 实在是忍不了了 就是资母哥说 我不能说我们希望看到他这个血战 但他有自己选择 后来也绷不住了 这些所有对手笑到大哑 内心当中非常开悔 因为说实话 篮网队今年呢 现阶段别看说 副下赛赢了一场了 啥也代表不了 因为那你也是在欧文杜兰 大量堆积出场时间情况之下做到 而且对方本身也是个 更加残阵的阵容 你才赢的 而且今年篮网队的气势 你感觉 有哈等在队的情况之下 三巨头领军 球队前景那么好吗 绝对没有 哪怕本身是副处 他也不如说当年 哈等在的时候 三星齐巨手 那样一种同心协力 创世纪那样一种心态 比当年威胁小多了 如果今天这也是 朗尔队 哈等没被 这个凯若文的 兼职行径给弃走的话 雄鹿也害怕 因为他了解 那篮网阵三巨头 抖在我咋斗呢 我觉得防守再硬 进攻的根本匹配不了 对方形成这样一种烈度 对我的对方的火力覆盖 简直这个如同下雨一般 如果咋看行呢 你结果资本哥 你看他乐成啥样 所有对手都是笑到大雅 包括勇士队 库里 格林 汤姆神之类也合计 今年看来我们正惯了 也有戏 这是凯若文 那你说相比到欧文 这样的背负力丢人呢 对手越恨我 这越是我的军中长 对手越恨我 我的队友就越支持我 所以都没什么丢客人的 贝博力就是一个极品队友 他当队友说话是最假的 比一般般那种不干坏事的 还要更好呢 因为这种人就属于啥呢 战斗的情谊嘛 他愿意挺身而出 愿意替我们 分担这样一种压力 甚至不惜深染污名 这队友上哪找去 一个球队当中 我认为正观球队 多少得有得有一个 你才更容易正观 你说这个背负力啊 这个之前害了猛男了 真说本赛季 你让猛男做一个选择 让忽人队全队做一个选择 给你个背负力 你要不要 当时乐不得的要 那一刻只要说交易刚达成 猛男和这个背负力 会来一次历史性的洽谈活握手 双方之间病逝前嫌 这个共同正观了 一定是这样的 就之前当对手的时候 你再怎么恨他 当队友那一刻一旦到来 笑足眼海了 就感觉总算我身边 也有这么一个了 当年之所以恨他 之所以抨击他 可恨就在于 你为对手效力 你要是为我效力 那就非常兴高采烈了 就用个道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